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更多的案件解读 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微信公众号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操作挖掘机至左眼近失明 没签劳动合同 公司只愿赔5万块 微致是云南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挖掘机驾驶员 那么2017年8月 微致在玉溪市新平县操作挖掘机 在更换挖机斗尺的过程当中 在它用锤子敲击铁销时 不小心被飞出的异物击伤左眼 当天呢 它被送往医院治疗 经过诊断 伤情为左眼球穿通伤 左眼玻璃体积血 左眼球有异物 那么这就意味着 微致的左眼激进失明 以后啊 可能要摘除眼球更换一眼 那微致的伤情 经过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 伤产等级是7级伤产 年纪轻轻 就左眼激进失明 这给微致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 因为赔偿事宜 微致和公司就没有达成协议 微致呢 就将某工程公司起诉到法院 主张各项损失40多万 而工程公司认为 微致有着多年的操作挖机的经验 应当清楚更换挖机斗尺的流程 在没有防护措施 并且工具不齐全的情况下 更换斗尺导致自己受伤 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它受伤的后果应该自己来承担 况且呢 公司和微致 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那么微致呢 并非法律上的劳动者 而仅仅是雇员 另外呀 微致是农村户口 公司认为呢 在计算赔偿标准的时候 应该按照农村居民 人均纯纯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 而非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 那么 微致在没有跟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它的受伤是否就无法找人来买单了呢 农村户口是否就意味着比城镇户口的人 在发生伤亡的情况下 索赔的数额要有所减少呢 就这相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云南恩隆律师事务所主任 许思隆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许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感谢许律师 那么首先这个案件当中啊 就是微致它没有跟这家工程公司签订合同 那么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啊 也是很多的在建筑工地工程公司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啊 也确实是很少能够获得一份劳动合同啊 那么在没有获得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如果在工作当中发生了伤亡 那么是否就很难索赔了呢 确实是这样 劳民工了嘛 很多的单位都不跟他签订劳动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一旦发生了伤害事故 确实他这个证据上了嘛 就会有一些曲线 所以我们认为 办理这种案子了嘛 还是首先要收集证据 引进于索赔 主要是两个方面我认为 一个是他跟公司存在 无庸关系的一个证明 而一个就是他受伤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受伤 就证明这两个事实最主要的是 劳动在发生事故以后了嘛 应该说可以有两个途径来处理 一个是走工商的程序 另外一个是走提供劳务受害的这个程序 两个程序 两个程序呢 应该说潜在了嘛 工商的程序比较繁琐 比较复杂 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 如果是一旦公司不搞工商认定的嘛 劳动者去搞这个还是比较麻烦 比较难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嘛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劳动者走的是 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这个程序 就是提供劳务损害纠纷 以这个来起诉 如果是从劳务损害纠纷的这个角度 来起诉的话 劳动者是否他的维权的程序 就要简单一些 同时呢 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呢 直接向法院起诉这种人 就是说他 搜集好证据了嘛 就可以起诉 他应该说还是比较快一点吧 能够尽快地处理纠纷 通过这个人身损害这个理由来索赔的话 作为这个位置 他相对来说 是不是就不需要一定证明 他跟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那么他又应该从哪方面来举证呢 对 就是以人身损害这种纠纷来起诉 可能就面临一个 周太林有没有过错的问题 往往这个被告了嘛 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来减薪他的宅内 但是我们认为了嘛 到了以后公司之间的这种 以前是叫雇佣关系 他也是跟工商关系差不多 就是不考虑这个雇员的这个过错 除非雇员是故意造成的了嘛 所以即使雇员有过错 根据那个人身损害赔偿的 那个司法解释规定的嘛 都应该有雇主来承担全部赔偿在内 那么这个案件呢 我们看一审法院的认定 一审法院呢 最终是认为啊 原被告之间 也就是公司和位置之间 形成的是一种雇佣关系 那么雇主是应当承担受伤赔偿责任的 但是呢 位置在操作洼机的过程当中 没有尽到一个审慎的注意义务 对自己的受伤后果呢 也应该承担责任 因此法院是确认 工程公司承担80%的责任 而位置呢 要承担20%的责任 那么这样呢 工程公司就要赔偿位置24万块钱 那么对于一审判结呢 位置是不服的 作为代理律师 您这边呢 也提出了一个上诉 就是一直坚持工程公司 应该全额的进行赔偿 但是一审法院 为什么 为什么判决工程公司 承担80%的责任 而没有全部承担责任呢 一审法院 它就是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35条 判定本案 但是我们认为了嘛 第35条 规定的是这个 高人之间发生的 老物关系 也就是高人和高人之间 他没有规定 高人和公司之间 以适用这一条 所以我们认为 法院引用这个 法规错误 我们也提出了上诉 要求这个公司成员 全部赔偿在内 那么这个案件呢 还有一个争议焦点呢 就是公司这一方呢 他认为位置是农村户口 那么农村户口就应该 按照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 来进行赔偿 而不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赔偿 那么这样的位置 可能得到的这个赔偿数额 就会少一些 但是呢 作为位置一方呢 也是坚持 按照城镇户口的人均收入的 标准来进行赔偿 那么这样的一个请求 又是否有法律支持呢 人省司法解释里面 把这个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 它规定了两个不同的赔偿标准 我们认为这个是导致赔偿差异很大的一个原因 源头 可以说农村居民的货赔金癌了嘛 就是死亡赔偿金和商产赔偿金的这个赔偿金癌 只有城镇居民的一半都不到 有时候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大 最高法院了嘛 有过一个批复 农村居民只要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 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 就是按照城镇的标准来赔偿 我们是根据这个批复 按城镇标准来赔偿的 相当于二省法院呢 最终是认定了 工程公司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责任呢 最终呢 需要赔偿为之三十多万块钱 但是呢 这个案件其实它具有非常大的普遍性 就是优人单位 在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的情况下 那么劳动者受伤以后 他主张索赔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或者说是否一定要有证据 能够证明 劳动者和优人单位是存在 劳动合同关系的 也请许律师给我们做一个提醒 特别是农民工 他们的这个确实是文化水平啊 这些法律知识都不足 很多人了嘛 想当然的认为说 受伤以后就得到赔偿 事实上并并非如此 打官司都是要讲证据 优人单位跟他提供了一些治疗以后 他就好像这个证据意识也没有 作为专业律师嘛 就提醒大家 劳动者受伤以后了嘛 要注意 第一是 我认为还是要及时报答110报警 让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备案 第二的时候报告安监局 让安监局进行调查处理 就是收集和这个事 你这个事故跟单位有关的证据 必要的时候找公有作证 还有是可以跟单位的负载人 通过习商 通过录音录像这些证据 让对方来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关键的 就是说你这个事故是跟单位有关 应该由单位来承担赔偿载人 这个证据是非常关键 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呢 就是你的这个损失的证据 我们认为这个一个是 医院里面的这些资料 出院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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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医疗票据 住院费用清单 这些资料都要收集保管好 第三个 一般伤情严重一点的了嘛 我们认为都最好请医生 出具一个加强营养 住院期间有人复理 还有出院后需要休息多少天的这个医租 有这个医租以后了嘛 收赔营养费 复理费 务工费 这些就有相关的依据了 就可以来到法院去使 第四一个 就是很多农民工了嘛 他的付举是农村 但是要按照城镇标准来赔了嘛 由于这个法律的原因 我们认为还是要注意收集 他在城镇居住生活的证据 包括居住证 租赁活动 物业或者社区的居住证明 劳动活动 工作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 工资 银行流水 水电煤气 物业这些发票 是根据商情做商场鉴定 和后期治疗费用评定 鉴定 商场鉴定的嘛 一般是要在收伤以后 不是至于趋省那种 一般要在三个月以内 三个月以后才能申请鉴定 还有是我们认为要 委托专业的律师进行代理 包括这些上面提到的这些了嘛 其实都应该要在 律师的指导下进行操作 才会具有抓异性 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还有是发分精分以后 要及时的索赔 不要超过那个输送时限 那么应该说呢 许律师刚才提出来的这些建议 特别的实用 所以呢 大家如果刚才没有记住呢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 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详细的去了解 那么也千万不能抱着 侥幸的心理 觉得自己身上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提前有一些证据意识 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否则等您住进医院 再去想着怎么索要医疗费 这无疑会给您和您的家庭 带来更大的负担 好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 云南恩隆律师事务所主任 许斯隆律师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 关注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具体的了解 我们本期案件的图文资料 以及往期的精彩案例点评 另外您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都欢迎您通过添加 15974827467 15974827467 这部电话号码的微信号 向我们进行咨询和交流 给大家提供法律问题解答的 都是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了 他们都非常的资深专业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